敬堯老師 我覺得這首歌呢 它其實也是比較成熟的歌 那你依舊是可以把它掌握得不錯 那不管是在音準 或者是一些的轉音 我都有特別的來發現 譬如說海邊水色漸漸紅 這裡你那個漸漸紅的 那個轉音進步了 你以前轉音有時候小小卡 但是你的轉音其實已經算在 青少年組裡面算是比較好的 那現在老師還是要在好當中 再幫你做提升 就是你的咬字還要再自然一點 大唇立槓 槓 你是立槓 你可以唸一下嗎 大唇立槓 立 對 你的立應該是立 對 要有閉 要有閉嘴音 立 對 你在這幾個當中 你如果是立槓 立槓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重點了 那我會聽起來好像在這些音上面就 就有一點落空 那 彎彎 彎彎 那個彎其實 之前我記得 我們小時候也是 洪爸爸在教我們的時候 只要有這種形容的東西 你稍微都可以用一點形容 彎彎 後面的那個音就可以稍微上揚 把它唱出一點表現 彎彎 彎彎 就是要有一些表情在這個地方 那我在這些小地方 如果你再把它加強一點 其實你的唱歌真的很大的威脅 就是會對衛冕者的 黃山亮老師請 剛剛丁老師講的一點很重要 我覺得這個年齡階段的小朋友們 大家可能就是基本功是最重要的 我們唱歌不是先學口氣 唱歌要先學拍子 先學音準 先把聲音唱開來 就是用你們最自然的聲音 把你們的聲音唱 因為你們的聲音 像剛剛佩玲唱高音的時候 我幾個音都聲音很亮 你們如果說刻意去壓一些口氣 故意去做一些情緒的話 其實反而沒有那麼有說服力 我會覺得說大家把拍子音準 這音樂的最基本的功夫把它練好 不管是唱台語歌唱 國語歌唱英文歌 或是任何音樂課要教的這些 東西都是相通的 這些道理都是相通的好不好 那在基本功練好之前呢 其實口氣可以不要刻意去壓 有時候壓聲音 會本來讓你的聲音不好聽 是 虛擎90.7 陳雲兒90分 陳培寧這首歌 大尊力槓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在節奏感上面有很明顯的進步 今天這首歌曲 分數來到88 89 還有沒有 是多少 得到的分數是89.9分 89.9分 好 三位的話89.9 陳佩玲要記上一張黃牌 也就是陳雲兒有一張 陳佩玲也有一張 是 三位請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 青少年主現在掛兩張黃牌了 嗯 對 對